今天早上來行山,去家附近 拍的山道,走上去 雖然我走過很多次,但是我第一次走 看看今天走多久,上去上去 之後再看看這條路怎麼走 我沒有特別計劃,看看待會去到哪裡去哪 拍的山道,現在因為早上六點半 所以很多附近住的人都是來神運 這裡是一個臨邊多養生物館 其實是平時會開的 裡面會有一些地質 或者是其他的海洋生物那些標本可以看 不過現在這麼早,當然還沒開 這個就是那個 紅屋的範圍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看相對的時間 就會開回來,進去是有廁所的 我們現在沿著 柏格山島上去 待會就會去到 待會就會去到 大風咬 大風咬的分叉就可以去到柏格山頂 北拉山或者是上去 或者是下去大鹹水塘那邊的方向 那呢,走到這裏呢 就是第一個分叉路出去金督瓷馬徑 這裏如果上去就有金督瓷馬徑 上面就是宋寺觀音 那裏放了很多觀音像 這樣 所以大家拍著這個水渠牌 這個水渠牌上去就是了 宋寺觀音的 那柏格山島去 那些渠位是在金督瓷馬上去 由五十幾號去到一號 一號就是去到大風咬 那樣的 那大家可以用那個來做參考 那這裏呢 就是第一個 觀景台來的 那可以在這裏呢 就看回去 看漬魚沖的 景色的 這裏呢是有燒烤牆的 有廁所的 所以可以在這裏 休息一會 那樣的 那這個風景呢 就是在這個樓梯後面 那一個去拍一拍給大家看一下 那呢 前面這裏就是 最後一個金督瓷的分叉來的 是不是去回 寶馬山那邊 那樣 那久上就繼續去大風咬 那這個方向 那現在再走前一點 那這裏呢 就是 大潭街工園 駿魚沖管理站的入口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會去 康帕交流徑 那這樣 那 康帕交流徑 就去柴灣的方向 那這樣 那現在我就上山繼續去 那這個大風咬的方向 那應該看看到時 再怎樣走 那 所以基本上 大家還可以跟路牌 就行了 那麼呢 即將就來到 整條豁卡山道 最開揚 梯境這個位 即是不算山頂 這裏看上去 因為山上那裏有夠東西 那裏是小馬山山頂 如果上小馬山就在剛才那麽多勁 我出口出去,走前一點 有個位置轉左上去 跟著衛徑 衛順徑就會上去小馬山山頂 另外一條路就是在前面去到大風咬 轉右上北辣山 沿著去,又可以去到小馬山 前面這裏就是整段最開揚的位置 剛剛撞正日出後的陽光 所以今天真的不錯風景 所以基本上不用在下面的觀景台看 走上來 不過樓下的觀景台比較開揚 就可以看得多一點 那這裏呢 就有一個比較開揚的山頂 這樣 這裏下面看下去呢 就是康伯交流景 就是既然 然後一直走上去 那邊就是 那邊就是 去張崑石上次的方向 那裏就是柏佳山 那兩個雷達站的苦風 那裏就是 就像過子豐的樣子 停一停在這裡欣賞一下風景 張溫石應該在這個山頭後面 這裡就未必看得那麼清楚 好,繼續上去大風駕的方向 走上去見到這個戶口很長 就到大風駕了 前面這裡就是大風駕的分岔位 除了一直沿著山上去 其實是可以走山路上來的 這裡是小爆林,不是很嚴重 如果在麥當勞 維文堡上去 這裡就會趴過瀾那條小路 就是上到離山頂的頂 這裡還是佩達山路 如果想上筆勒山去小馬山或廣東 走進去呢 就是停後面那條樓梯 左邊這裡就是上達架山頂的路 而這一邊就是下去大涵水塘的路段 這裡就是太古熱量已經遺跡 這裡就是以前太古熱量已經遺跡 都介紹過了 之前上山溫石那一集 這裡有公廁 又是最後 如果想上山,最後可以在這裡休息 前一點有個牌子 就是野豬徑 就是下去大潭路那邊 那裡有野豬徑的標高處 現在就先休息一會 等我想一下之後再怎麼走 現在就一直走到大潭那邊 這裡呢 就是叫做冷氣走路 根據我指示牌說法 因為其實這裡是舒服的 兩邊都是樹 基本上如果你即使是夏天很曬 很熱的時候來這裡走 這裡還是很陰涼 因為剛才後面那裡 其實是有一條溪間 有水流下來 這裡長期都是比較 地下都是濕的 有濕氣會令氣溫比較低 所以你的人就沒有那麼辛苦 所以這裡就是為什麼他們叫冷氣走廊 那今天就簡單一點 所以就先走一條輕鬆一點的路線 看看走得多 現在都是早上7.3 剛才我在柏格山道出發 應該就大約6.4個字左右 所以如果在 如果在濕氣沖柏格山道底上大風咬 大約要40分鐘 如果你用正常的普速走 那跟著 現在就看看 這裡一直下去大潭 水塘那樣 那 那 以我上次走的經驗 如果由大風咬去到 真的大潭道 搭巴士走 那巴士站那個位 就大約要1個小時 1個小時 3個字左右 如果慢慢走的話 一快的話 應該1個小時也可以 那對面那裡 就是北拿山頂那裡 那其實如果走 想走一些比較刺激一些爆弄的路線 如果沿著大潭道來到這個位置下去 就是一個比較好玩的路線 那這裡就俗稱的P8波 前面就有P8波瓣石 這樣走過去 那基本上沿著這裡下去走過去那邊 就可以在P8 就是我們前面有些叫波瓣石的地方 那沿著那裡 就爆臨就可以上去北拿山的山頂那裡 那這個下次等我有足夠的時間 才再做這個玩法 那現在再走下去 就有個分岔路了 那其實跟著現在下來 就是剛才一直下來都是波瓣石的路段 那所以基本上 如果去大南水塘的話 都是跟指示牌 就是繼續向這個方向走過去就是 剛才北拿山就是這一邊 就是剛剛在大鳳梅那裡 那剛剛說過說野豬勁的標高處 然後呢 就要跟回去這邊一路去 那這裡就改了 這裡就是美景路段 那所以一路過去就會去到野豬勁那裡 那今天就不去野豬勁那邊住了 那下次有機會再拍先去野豬勁 那現在繼續去大咸水塘那邊的方向 好啦 那終於都落到大咸上水塘這個位了 上面那邊的方向就是洋山莊 那再走前一點 就是上水塘那個堤壩 那如果再由堤壩這裡走到大潭道 搭巴士 就大約應該三個字 沒有記錯 那如果由大風咬 用正常慢慢走的步驟 就應該大約到25分鐘到半個小時 那 那因為這路其實景就真的沒有特別的 就是一直都是石屎路 也都十分好走 唯一沒有什麼風景 那我覺得就 那如果你要有些風景 就應該剛才走過去 去美京路段去野豬勁那邊 那這樣 那這裡就有個清楚一點的 view 可以看回大咸上水塘這邊的情況 那經過這個禮拜 但是連續在狼堤呢 就足以都有些水塘 我上個月來的時候 是乾塘乾到真的都 水塘都幾低下 那再走前一點 看看有些什麼看 在主壩看過去 可能會再清楚一點 現在就在港島勁的H063的標柱位 那其實很多路可以下去 那如果 最直接的路都是 過了這個堤壩這樣去 那這個前面下去 都可以下去大咸道 這樣 那只想怎樣走 那這裡 那這裡就是打卡位 很多人都 走一邊 在這裡會停會打卡的 那這邊就看回 去上面山 上面 剛才 那邊 就應該是小亞山 那個方向 那這邊 左邊看過去就是 大塔 紅山半島的方向 那就可以看看想怎樣走 就可以一直沿著 走過去黃泥沖 也可以 走大淡 交流境 也可以 那或者 如果 如果這裏下去 沿著出回去 就 大淡到達車 也可以 那 看看想怎樣走 啊 說錯了 小馬山應該是 現在看到的 有個塔的位 才是小馬山 那右邊 那是斑馬山 那這個大U 就是那個 港島勁的位 那邊 那邊應該就是 渣點山的方向 那 所以 後面 你會見到 為什麼會見到 山莊 因為那裏是 港多景 那個出口 那基本上那裏 就沿著港多景 跑過那個山 那裏 可能清楚一點 看到大潭 那邊的風景 那裏 那裏 那裏都幾多雲 那裏 不是看得很清楚 ?? 好啦 那自己繼續走 看看 想著 怎樣去 那再前一點 這裏就是 大潭富水塘 那如果 上到達坦 就沿著這裏 一路去就是 的啦 基本上 原來前一點 這裏都有 路牌 特地這樣講 那 那 不過 就有些混淆 大風咬 左右都行 因為其實是真的可以的,兩邊是不同的,只不過是不同的路上去大風雅 試試走過去這一邊,因為其實落大潘水塘那邊都是一樣看水塘景,我又不是很有興趣 看看今天走過去外衝客這邊,又看看有什麼看 這裡的確是可以,剛才在那邊來,這邊的確是可以去大風雅的,只不過是因為繞過去那邊 這裡來,看到小馬山頂,繼續向這邊走 如果前面轉右,上去就是大潘郊遊境,家樂境 基本上家樂境那邊去,就會去回楊榮山莊 所以前面那塊牌就寫著去懷衝峽道 這條引水道其實就是大潘引水道 我又不走家樂境了,看看繼續走過去引水道這個方向會有什麼看 這裡就是大潘西引水道 這些是不算走過這條引水道都有的溪間來的 這些就是山上的水引下的引水道,引水道就再流到許水塘這樣 其實沿著這裡一直都會看到不少這樣的溪間 現在都已經走過半個小時了,是剛才分叉路,即是庫水塘過到這個位大約半個小時差不多 終於都看到有第一個人,以為自己走去不知道是什麼方向,其實不是的 所以現在還算是一些石士路,我還沒試過一些山路 雖然相對還是算是比較容易的一條路 所以現在還算是大潘西引水道的溪頭了,就開始變成一些泥路了 那我相信應該... 現在這邊真的有一個最多位還算是幾個步驟 很理想是庫山鞋 因為我喜歡去年去過一點,很少 這部分的步驟是比較好 但是為何這裡這麼窄? 那... 那... 都還未到圍徑的出入口 相信還是有一段時間 其實已經8點3時了 我沒記錯是7點半開始走 所以 大南上水塘的巴 過到這裏都要大約9個時間 如果大家來的時候就要預算時間 不要太頻密 因為這樣我都是用得很正常 沒有速度走到9個字 好,那麼 嘩,很多水塘 看看還有多久才找到圍順境 嘩,這裏真的是一條山路 現在一次爆塌了 不要緊 其實有一點點,不是很嚴重 這裏又開始下了 這裏就像了 終於到了 看看這裏有幾條路 大潭督水塘 就是下去大潭道 黃泥沖水塘 這裏都 這裏應該是只有蘭山徑 所以我現在就走圍順境 不走只有蘭山徑 只有蘭山徑也很漂亮 但如果為了Q表 看地圖應該是走圍順二段 這裏是二段 我還有一段 好 好 現在沿著衛敬二段 相 對面看過去就是 摩江山 那這裏看下去 就是淺水灣 淺水灣 淺水灣是沙灘 那裏 那裏 玩的就是華文 那裏 那裏 你應該看到下面 是淺水灣沙灘 那裏 再看過去那裏就是 南灣 那裏 那裏 現在繼續上呢 就是去 衛敬二段 上去 這個 紫樂蘭山 頂 那裏 那裏 上面就有 兩支標高柱 那裏 那裏看看 找不找得完 衛敬二段呢 都幾多這些 沙灘水石 不是想像中 真的 那麼 好走 所以 真的 要 留意一下 要來這裏 行山的話 應該都差不多到山頂 我猜 這個衛敬二段上 周蘭山頂這條路 其實都真的比較 需要高的體能消耗 加上我今天已經 上過一次拍攝 那裏 可能現在真的 其實不太有力靜 再這樣 跑多一次山 哇 真的很累 那裏 前面看過去那裏 就是 大南中水塘 再前面那裏就是 大南毒水塘 那裏就是 山 半島來的 那裏就是 那裏就是 大南毒的 那個巴 那裏 那裏就是 小西灣那裏 那裏 沿著水塘 就是這樣 然後在這裏 沿著緣經上來 就是這個位置 那裏 那裏 那裏的標高柱在哪裏 那裏 應該開始有些落山的跡著 應該到的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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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看看地圖 那裏 那裏 這一裏 應該是 紫羅蘭山 東的標高柱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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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循例 拍一拍 看一下有沒有寫到 那個告示牌 那裏似乎都已經 掉了 這裡好像看地圖是430米 我估計繼續跟這邊去 去找另一隻在紫羅蘭山西的標高柱 繼續直行去到這裏 見到若平山莊那邊 看出去就看到灣仔方向的圍崗景 那支標高柱應該是看到這個山的上面 現在慢慢走過去那邊 那邊好像已經離開了圍順境 圍順境真的有點難搞 大家如果來走都要小心一點 這些灑石路不太容易走得好 需要一定的經驗才知道怎樣可以不太容易 還有慢慢走得小心一點 看看上去 紫羅蘭山西的標高柱會不會有另外好的風景 剛才說過山東那支標高柱 真的那裡 因為周圍太多樹 根本已經遮蓋了 什麼都看不到 再加上剛剛下雨的泥騰 哇!幾多烏鷹在這裏 真是 哈哈! 很核人 那個場面其實 好了 那我都過到山頂那邊 再拍過來了 應該就是在前面那條路 應該在前面的分岔路轉左 就可以上到剛才那個風頂那裡再看 好!下了才再拍 上去才說 所以它的指示牌都非常之精彩 因為跟著左邊 從水塘的方向走 就去到另外一個小蘭山徑的標高柱 右邊就沿著偉徑的去若明山莊 剛才就是在淺水灣坳那邊上來的 那這裡是 C4103的標高柱 我們就在這邊下去 就前面轉右再上去 指路蘭山西的標高柱 那裡 好! 真是絕對絕難 應該對面就是 剛才指路蘭山 東的標高柱 那個山風仔 那現在離遠看過去 這裡其實是可以去見到的 開洋公園 還有 那裡是不是南灣 應該是南灣 那在前面那裡就是南媽道 應該就是 不過 今天真的天氣不太好 我十分清楚可以見到 今天真的很辛苦 那是 體力需求 是有回五上下的 如果上去南山 我覺得是在一個有充足的體能的時候才有好做的 上山才有好做的事情 如果你像我今天已經上了一個山寨這樣 一個上了一個金的山寨這樣來 其實真的有點辛苦,有點吃力 還有幾步路,上去再說吧 應該現在前面 寧願你都看到那個舊柱一層 這個就是紫羅蘭山西的標高柱 哇,就是走都走到索西 哈哈 現在是時間9點05分 那麼,這裏不知開拔多少,差不多436米 可能是,看看有沒有寫這裏 那塊標高柱派已經掉了 對了,掉了,不要緊 那,都拍下周圍的風景 剛才就是從那裏過來 那這裏看回楊明山莊 那,再前一點就是 剛才說過了,是 關仔,跑馬地的圍廣景 再遠一點看過去 尖沙咀也看到的 下面那裏就應該是黃麗沖 下去跑馬地的方向 唉,真的 好累 真的要 唉,傻的,為什麼不上來這裏拍 那,再拍到一個 360度 就厲害了 這邊原來看過去呢 還看到,是不是西環那邊 應該是 不是,那裏會像是海宜 如果看那個樣子 因為那裏是鴨利洲來的 應該看那個樣子 那這一個前面 海洋公園呢 就是南朗山那裏 對了,南朗山都可以 找一次上去走個圈 那裏好像都相對比較簡單 那,後面那裏就是 南朗島了 應該就是 嘩,我真的趕到沒氣了 今天真的 現在要休息一會 之後再拍 那,剛才呢 就是在那邊上來的 那這條山路呢 那這條山路呢 就可以爆滅下去 直到冷山境 那我就走回這裏 下去,回到黃麗沖水塘那邊 那便進去 那現在 9點9個字呢 因為我需要走到這個 黃麗沖水塘 應該就是 這位有閘門 下面那裏就應該是黃麗沖水塘 所以呢,如果 如果 一路 剛才我不上 圍徑 跟上直到蘭山境 呢 相信 就會在前面這裏 出回來的 那如果 像我這樣上直到蘭山頂 呢 就是這裏上去 就走大南徑 就上剛才標高柱的位 所以這裏都很清晰 告訴你 怎樣走的 所以這裏去淺水灣 那我就經直到蘭山境 那直到蘭山境 好像可以看回淺水灣的景 所以 你就看看你選擇 逛淺水灣 就是 逛看淺水灣的景 還是你想上標高柱 那裏 似乎標高柱那邊的景 其實我覺得 就一般般 又不是特別美 那樣 那現在走下去 我們來沖水塘那裏再看看 先 我相信這裏就是 水塘排雄的位 那裏 我們今天也沒有特別 所以就OK了 這裏就是環沖水塘 對面就是楊山莊 這裏是甚麼 真的不知道 是水上涼的地方 那對面那裏應該是 是裏哥順山 都幾高校 看看有機會 再去看看 聽說這裏是難上的 所以下次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會 找些朋友跟著上來 這樣 那或者都是時候 總結一下今天走的路 那 今天早上去 山道上 那 佩哥山道上 之後呢 就下大南水塘 然後 下大南水塘 大南上水塘 之後呢 就沿著 沿著大南西 印水道一直去 然後 最後就走到 去到維信徑第二段 潛水灣咬的位置 就向上 上 枝可蘭山頂 去到枝可蘭山的 東風和西風 應該叫 可能不知道怎麼叫 總之 去了兩個標好處 然後 最後就在 西處那裏 沿著大峽交流徑 下來 就是這個環沖水塘 這個位置 那 其實總結 如果整段路 我覺得 就會是兩聲半 那 但是要分開說 我覺得 因為如果 柏枝山道下大峽水塘 其實我覺得 一顆聲半 最多都是 因為其實 它只是 一條 大斜路 它需要的是 體能 不是技術 基本上 你穿一對 普通的波鞋 正術上 不是太善那隻 其實就沒有什麼 特別的 那 那 反而 到第二段 就由這個 大南西洋水道 上至懶山 我覺得 就值得可以說 兩聲半 因為 中間 其實有些路 是普通的泥沙路 那些是比較難走的 所以 都是 左央大南 是 下山下的 那 還有 它那裡不斷地攀升 是很短時間 很高 上四百多米 那 都是 有一定的體能要求 兼 很多 尖碎石 是 有一個 要求 所以 那段 我會覺得 兩聲半到三聲 所以 拉回去 我覺得整段路 會是兩聲半 那 今天 就到此為止 都 免得再特地走 因為 都 有點累 真的 那我現在 應該走回去 沒有 總的 那 那 都不知道 現在回不回家 那 希望 回到家 其實 我已經在家 香港是在家 那 希望 今天 大家都 安全回家 就是這樣